YO 大家好我是波子玩動物心誘惠 大家見我是不是很久沒出動物心誘惠呢 其實我最近一直在準備 如何建造我的新的島 Pokemon帽 比加超3 沒錯 我打算把島打造成精靈球 一個充滿著Pokemon特別場景的島 而我整的島 整整用了差不多整個月的時間 大家準備好了嗎 是時候又要波子聲音道學 我們出發啦 首先要改造島 我只能忍心剷走我的Smile的字 如果要改島型的話就要把我所有東西重新整個 所以我就把花全部連根拔起 再把我的河流封掉 我們現在在中間做一個圓形 然後這個框框即將會搬一個博物館過來 每次搬都要花五萬元 不過不要緊 之前賣大頭菜已經發出財 少少錢不成介意 第二天我不斷剷那些懸崖 不斷剷那些河流 但最大的問題是那些懸崖一定要拔走所有的花 植物 任何的道具 書 才可以剷走 這裡又足足有幾天 然後很辛苦很辛苦地 剷到早上 終於都剷到一個圓形的河流 雖然好像有點不夠圓 啊 我想談戀愛啊 Monica突然想談戀愛 發生什麼事呢 難道她對包伯已經產生了感情 阿華啊 包伯 如果我想把現在的心情寫入一首歌 你覺得是什麼歌呢 難道Monica對包伯有興趣 會不會是動漫的歌 在心情失落的時候聽會燃起繼續前進的勇氣 巴子君覺得呢 我覺得 失戀歌曲 在Monica的身上散發著一種失戀情歌女王的氣質 啊 魔神尚 啊 可惡 但為什麼好像有些被看不起的感覺 啊 死了 Monica吃了檸檬 她吃了包伯的檸檬 加油啊 我也要不要加油 隔起我的島 我的島已經差不多變圓形了 快變成零球了 為我打氣啦 美玲 你看中間還有一個精靈球 是不是很想拿啊 旁邊還有一隻伊貝 還有哪有斜里龜 你想捉哪一隻呢 好了 然後我漏夜又再不停起沙地 因為一定要游了精靈球的下半部分 上了色 啊 終於起到了 大家看到 現在精靈球是不是像一個精靈球呢 然後我終於 差不多把居民搬上上面了 咦 我查查了突然有話想說 好啊 你不是想搬走嗎 我不是 她想送你 你看啊 這是肌肉裝 啊 肌肉裝 我有了 這是之前美玲送給我的 但我已經有一樣東西了 有這麼多東西都很令人傷腦筋 所以就送給你 嘩 謝謝你 二手衣 送給我的時候就變成三手衣 竟然送三手衣給我 查查月你真是好人 讓我送一件衣服給你 嘩 這個不是熱狗衣服 嘩 我一直想中一條熱狗很久了 來吧 讓我改變造型 我現在變成一條很肥美的熱狗 嘩 那個熱狗搶 嘩 查查月還送一件全身衣服給我 好了 過了一天之後 我終於建好第一個 Pokemon的戰鬥場地了 大家看看是不是很像 嘩 我發現紅貓後面又有泡泡 有什麼想說呢 你聽我說花子君我想聽你的意見 我最近在想覺得自己差不多 應該是時候搬到別的島上了 我覺得外面的世界一定有很多 我不知道的美食 所以我打算去找那些美食 竹子 啊 既然你要走 好了 我都不留你了 希望你找到世界上最好吃的美食 記得打包回來送給我 好了 還有一位居民要搬走了 但不要緊 在這個遊戲中 這邊每一位搬走的居民都是一個新的海豪 有一個回憶 讓我送一套衣服給你了 沒錯 就是這套 四手衣服 肌肉裝 你剛好嗎 我其實找過這種風格 謝謝你的竹子 嗯 好OK 你現在已經成為大大隻的紅貓 還送一件美食的足球衣服給我 謝謝你 半大 我會好好珍惜你的衣服 你要記得穿著我這件肌肉衣 向世界各地尋找美食 好啦 有戰鬥的舞台 當然要有一隻Pokemon啦 哥斯拉Pokemon 是斑吉拉的朋友 看來茶茶養想跟我挑機 跟我眼神接觸 產生交流 有電力 好 既然想PK我和你打一場 爬茶養打算選擇哥斯拉 但我有更強大的Pokemon 紫老虎 紫老虎 你看茶茶養站在我對面 和我PK準備 去吧 紫老虎 對面 茶茶養的哥斯拉 突然要噴火 但我的紫老虎足為學技能 所以我已經輸了 茶茶養 然後我打算做一個 專為居民而設的音樂區 這裡有鋼琴 大提琴 很多很多不同的樂器 然後再種一些花裝飾 而右邊這裡我決定做一個 大戰完之後的Poke Center 讓Pokemon可以治療病 居民也可以過來休息一下 最後這個簡差的迫步板 我們做一個 轉距離一看一看得到 這是醫院的地方 最佳的紅色十字 還有一堆Pokemon文件 再做我的手機殼 你看看這個 是Pokemon的手機殼 完成了 這個就是我的音樂大廳 We are open 讓我彈鋼琴 大家正式可以參觀一下 我這個道館 這個戰鬥場所 終極大戰 首先大家可以買零食 炮菊 野飲 等進場 對啦 好像戲院一樣 請不愛帶食物 準備好些炮菊汽水 要是時候進場 一進來 就看到紫路虎對戰 哥斯拉 對面的對手 就是紅色的夢面人 我們開始了 鐘聲響起 無面男就開始很興奮的頭震震 小型火炎 我覺得是常出技 紫路虎出大技 一野收起你 一野收起你 沒錯一野收起你 馬上完了 我們贏了 對面的遊戲機殼已經收起來了 好 既然錄下勝利的感言 這個位置就是給勝出的選手 說你的感想 我真的很開心 我全靠什麼 八寶袋 一野收起對面的POKEMON 我都不想 虧叫我是多拉A夢 然後再參觀一下我們完成的POKEMON 哇 看到嗎 有很多張床 有六張床 旁邊又有一些化學製藥的桌子 這裡有幾隻吉利蛋隨時為你服務 竟然在半達走了之後 我竟然第三次刷居民就見到張立娜 雖然之前見過她 但當時未有張遠遠 現在就可以操齊一批了 我已經為你安排好男朋友了 這些叫什麼 送大屋又送兒子 張立娜恭喜你本身家 阿西斯唯有出來打醬油 給大家看看張立娜的家 先站著 超粉紅色 迷人PinkLady 多謝上次邀請我 以後我們就是這個島的居民 多多指教 卡 他是不是泰國人 Sawaddi卡 還是比加超的FriendPick卡 電子廁所 還會自動充斥 很高質素 先進爺 我成功在你家裡 我第一讀 一起拍手慶祝 我們很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的樣子 不好意思的樣子真的很像張遠泉 他們果然是天生一對 但大驚時他的嘴會變成倒轉的心形 我真的會去廁所 我撒完他又撒 霸地盤 坐在這裡的樣子 會有時嘟你的嘴很可愛 還會唱歌 好 暫時忘記了 之前因為要蓋圓形 而剷走的Browny樣子 是時候蓋起來了 所以這個月的時間 真的一點也不容易 把東西又要拆 又要再蓋 又要搬 又要吃 不過不要緊 最後一頓過來 讓我幫Browny 留口水慶祝一下 先看看 啊 流口水的Browny 流口水的Browny 下面還有流口水的muffin 因為下面有一個骨頭 兩個都流口水 好了 之後還做了一些新的東西 在這個抗石牆上面 做一個竹林 小型竹林 讓大家可以享受茶 吃一下流水麵 還有幾隻熊貓陪著你 還有大家會發現有些彩蛋 但是後面有一隻卡比獸 因為卡比獸總是在竹林睡覺 日口裡兩隻石像 沒錯 它就是一個道館 它是一個什麼道館呢 它就是小霞的道館 沒錯 多大個小霞排在這裡 而右邊就有瀑布 因為我做不到這個跳台 所以我用瀑布代替 但我也有救生員的遙望台 是不是很有泳池的感覺呢 這個泳池還可以釣魚 你看小霞 我釣了一條鯉魚王回來了 去吧鯉魚王 放生了 不要緊 將來一定會變成鯉魚龍回來找我 打贏道館的獎勵就是睡在杯殼床上 喔 真的太誇張 還有小霞陪著你睡覺 好了 以上就是我這個月來 用心打造的道 今集先到這裡 歡迎大家留言說一下 如果大家有玩道心的時候 你會改造成什麼的島形呢 又或者大家可以建議一下 我其他位置還可以做什麼場景呢 好 我是波子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